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早上的四点半 然后很久没出海去撒网了 准备去放下 来更多的视频去看一下 现在已经拿这个床扇 然后床启动了 然后我们也准备出发了 今天是冬至 然后在这里祝大家冬至快乐 大鱼床这个时间点回来了 然后我们这个十点点刚要出去捕鱼 开了两个小时的床 到达指定位置 然后我们准备放网了 天也还没亮 还下了点毛毛鱼 现在我们把网放下去 有很久没放网了 今天准备放他个三千多米吧 希望今天能够大分手啊 上多几条大黄鱼 跟这个死斑鱼就行了 现在都快八点了 太阳还没出来 是不是下点毛毛鱼的关系 被乌云挡住了 然后我们的网也快放了 放了两个小时 网放完了 然后床停泊到海中央 然后休息一下 河泡供呼它 网顶再过去骑网 现在准备骑网了 然后过去拍一下 网一上就是一只石头蟹 还有一个角罗 有肉的 可以吃的 上货了上货了 这是一条黄鸡鱼 这个位置的黄鸡鱼是很多的 我们精彩在这个位置放完 又是一只石头蟹 上大货了上大货了 上一条大鲁鱼 看一下大鲁鱼 不过这条也不算大吧 这种是西公鱼 上之前货了一条石棒鱼 大概有个一斤了 这石棒鱼 一只石头蟹 连着一条老虎鱼 看一下这是一条老虎鱼 老虎鱼一斤是60块 到70块之间 这种鱼煮汤很鲜甜 又上一条黄鸡鱼 这是一条黄鸡鱼 比刚刚那条大一点 又是一只石头蟹 不过这只石头蟹 好像要快生了 我们放生了吧 上了个小海星 这种小海星是能吃的 我包开给大家看一下 蒸一下或者煮一下 吃里面这些黄 大家看一下 上了一只傻瓜蟹 来了来了大货来了 这条大吃中鱼 大吃中鱼估计有个两三斤了 现在准备起第二个碗了 拉了很久的碗都没有货 然后就上了这条 这条是赤嘴鸣鱼 鸣鱼类的 这条估计有个七八斤了 大家看一下 这种鱼的鱼胶是大补品 比那个鱼肉值钱多了 上了一条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鱼的 我问一下 床长说我们这边叫做活鸟鱼 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 这种鱼已经有个二十来块钱了 拉了这么久的碗就上了两条鱼 只上了两条鱼 现在去准备去起第三个网 也是最后一个网 现在起最后一个网 期望这个网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希望有个好的收获吧 上了一条鱼鱼 这条是花鱼 又是石头蟹 一条赤豚鱼还有一条石头蟹 这种赤豚鱼是能吃的 关键是要知道怎么做 上了一条石基鱼 这种鱼比较值钱 我们这边叫石基鱼 一斤大概有200多300块钱左右一斤 这条估计也差不多一斤吧 这条也差不多就两三百块钱了 上的都是值钱货 这里又上了一条老虎鱼 吃老虎鱼 老虎鱼肉质挺紧实的 但是它的翅比较硬 所以煮汤比较好喝 吃肉的话小心鱼吃 上了一条西公鱼 这种是西公鱼 一斤大概30块钱左右 又上了一条黄鸡鱼 这种是黄鸡鱼 这种鱼清蒸是挺好吃的 旁边还有一条西公鱼 又上了一条石邦 发财了发财了 这条石邦比刚刚那条还大 估计有个一斤左右了 石邦是越大越值钱的话 一斤的话大概是两三百块钱左右 越大越值钱呢 如果上了两斤以上 一斤就有四百块钱左右了 还不错 这一次收获了几条石邦了 上了一条我们这边是叫做金骨鱼 也是一种值钱的鱼 像邦马一样 我们这边叫做金骨鱼 也叫炒骨鱼 这条估计有个一斤多两斤 我们这边一斤大概是三百多 接近四百块钱了 又一条黄鸡鱼 今天上的鱼货都是挺值钱的 我们今天放的这个位置是外海跟内海 正中央这个位置 既不是外海也不是内海 就是在正中央 所以他们这边水质一边浑浊一边青色 大家看一下水质是有两种颜色 然后我们所有的王起完了 然后准备回去咯 这三个钓友 这个胆子好大 在这个石头这里 正中央这里钓鱼 感觉旁边也没什么鱼床 坐在这里是钓鱼 不怕被潮水打到吗 而且这个石头上全是青苔 没有什么贝壳类 准备开回鱼港咯 辛苦了一天了 今天说话也不错 都是值钱的鱼 去看一下能卖多少钱 我们刚要出去的时候 大鱼床刚要回来 然后我们要回来的时候 大鱼床刚要出去 跟我们时间是正好相仿的 看一下 很多这大鱼床都是这个时间点出去的 过来鱼港这里卖鱼了 今天收获不错 单单活海鲜就卖了一千六了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半了 成功上了 没去的那么远 所以回来了比较早 好啊 捕了一条鸣鱼 小鸣鱼 还有几条这个石斑鱼 这个加桥就一千多了 还有 十鸡鱼 什么的 都是比较值钱的鱼 收获还不错 总共卖了三千块钱 好了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